歡迎收看打卡吧 我的勝負日記 我是加芬 今天的節目呢 要帶著大家吃遍全台中 好吃又不貴的庶民美味 今天的熱血第一站 就是要帶大家去西六爺 台中紫薇宮旁 有戶民宅常常飄出貴的香氣 原來是有人在這裡煮蘿蔔絲 還炒了蝦米跟絞肉 做出真材實料的蘿蔔糕 盛政獨創高麗菜香菇糕 南瓜糕 竹筍糕等口味 當年輕的老闆把粿煎到恰恰 端上台面時 連老饕也瘋狂 阿姨 那個你們的蛋黃要全熟嗎 好 好 蘿蔔糕加蛋 還有一份要炒等一下喔 六種口味一字排開 各種不同的粿在煎台上 散發出誘人的色香味 竹家慶每天不到六點 就得起床備貨 他對這樣早起做生意 從不抱怨 一早起來 他已經煎了一盤又一盤的粿 每一塊都煎到恰恰恰 而且絕對是現點現煎 這裡吃的是現煎現吃Q軟又好吃 我這個原味是有加蛋的 蛋是用炒的也比較特別 連我那兩歲的孫女都好喜歡吃 每次入鍋就指著這邊要吃 你們是一個原味嗎 兩個原味 兩個原味 要加蛋 一個加蛋 好 那蛋要全熟半熟 好 有用就來這樣啦 他們家的東西是每樣都很好吃 因為我是客家人 我喜歡吃原味的 蘿蔔糕加蛋成了這裡的標配 鍋上半熟蛋黃的粿 讓人欲罷不能 三五好友不用約 一早就出現在這一間 沒有冷氣的小店 台中的熱那可不是開玩笑的 但是為了這吃起來 外酥內軟的好口感 就算只有電風扇伺候 左臨右舍還是樂此不平 蘿蔔的味道很重啊 對啊 這不同樣鹹料的 食料的 可以講每個都推薦嗎 我目前吃到現在沒有一個覺得 有踩到雷耶 能讓客人次次不踩雷 歸功於朱家慶的丁金 跟別家店最不一樣的是 他的爸媽會坐櫃 但是是時髦的電商跟團購主 反而是不到三十歲的朱家慶 就在自家門口搭起鐵板煎台 跳下來在第一線真貴 我在煎的時候很專業 目前為止沒有人回過我的專業 一進入工作狀態 原本笑容滿面的他 就像是備戰一樣 專注的盯火後 還得注意蘿蔔糕的熟度 地球每一片都是金黃酥脆 內裡軟綿 原味 港式 竹筍糕 高麗菜香菇 南瓜糕 芋頭糕 這就是朱家慶跟爸爸 一同研發出的六種口味 好 妳的綜合糕到囉 謝謝 是 我是首客滿常來的 然後像芋頭它的香氣 也都還滿夠的 還滿吃得出那個芋頭味的 喜歡芋頭的話 我滿推薦可以點他們芋頭的蘿蔔 家慶是我女的高中同學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真的是捧場 結果吃了之後很喜歡 我們家最喜歡的就是 原味 竹筍 高麗菜 高麗菜的話就是 會比較鮮甜的一些多汁 它筍子也是 因為它是季節性的東西 所以夏天我就是會 帶一個筍子這樣子 嚴選的台灣蝦米 拌炒著香菇 豬絞肉 再放進滿滿滿的茄子高麗菜 這就是朱家獨創高麗菜 香菇糕的原料 要做出好吃的粿 步步都要人工 原本在台北製片公司 上班的朱家慶 從燈紅酒綠的影視圈 回到台中做餐飲 怎麼可能說習慣就習慣呢 你最多曾經一天這樣翻炒過幾鍋 五 六鍋有 我回台中的那一年 一次就量突然很大 然後我就手就整個腫起來 我是整個手這邊這樣腫一倍大這樣 跟米菇一樣 對 好痛 我那時候連玩都不能玩 不只炒料要功夫 粗重薄更是一樣也不少 小心喔 好了 一 二 好 我接手 熱氣蒸騰 一鍋接著一鍋的水煮蘿蔔絲 倒進磨好的再來米漿中攪拌 這是最受顧客歡迎的原味蘿蔔糕 豬爸爸不顧燙手 要趁熱裝盒 沒一盒還要燉幾下 確保裝到滿 根本就像是練了鐵砂掌 做這個很累耶 真的 這是很累 那你怎麼捨得讓兒子來吃 他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一門不錯的 其實我買蘿蔔糕 也看不到蘿蔔絲 但我們蘿蔔糕 你就可以看到蘿蔔絲 可以吃到蘿蔔絲 你這樣超市買的話 他們都是可以放到六個月以上 那你們可以放多久 我們可以放時間而已 豬爸爸做櫃的好手藝 傳承自一個有三十多年經驗的老師傅 但是南瓜 芋頭 竹筍 高麗菜香菇等等口味 都是父子倆研究過後創新研發的 回想起在台北 沒日沒夜的拍片生活 豬家慶現在就算是一身油煙 也甘之如一 拍片跟就是做吃的這部分 我覺得都算是我的興趣 所以我在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都還可以接受到 拍片比較累 因為那個拍片的時間 時常比製作這個再更長一點 但如果說要跟過年的時候 的我們比起 做蘿蔔糕的我們比起來的話 好像不想上下 這個大概比拍片輕鬆一點 輕鬆 稍微輕鬆一點點 我看看 我看看 裝盒的各色蘿蔔糕送進大蒸爐 一大火蒸上兩個小時 出爐後還得用電風扇吹涼 才能放進冷藏室 就這樣忙活了一整天 從早上八九點 大約要忙到晚上八九點 做櫃的火才算高於段落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耶 我沒有想到他會想要回來 做這樣的東西 因為畢竟跟之前的行業差 其實差滿多的 那你吃了之後呢 覺得他的手藝怎麼樣 也是覺得不可思議耶 你什麼時候會做 這麼好吃的料理了 那有那個水嗎 真的是有 那要等我一下下 好 那我要 想試加水 綜合的 我是後來才知道他要開早餐店 吃過以後會覺得 這間的蘿蔔糕 確實是比一般外面都還要好吃 朱家慶的小店 就開在香火鼎盛的紫薇宮旁 小店小吃 雖然是位在巷弄內 但是香客就像好鼻子一樣 來了一個 兩個 十個 百個 讓小小的店闖出名號 因為之前在後面那個 紫薇宮的 在那邊廚房幫忙的時候 我說這咖啡怎麼那麼好吃 他們說前面旁邊那邊在賣 我就開始吃了 就是來紫薇宮拜拜 然後就發現到 有這一家店就是說 就像雞翹一樣咬 結果呢 結果吃了就掉了這樣 回來的時候其實也沒有特別 跟廟裡面寶貝詢問 但是有跟他們說 我現在回來了 然後 我覺得回家很好這樣子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保佑我 就是做生意一切順利這樣 讓老主顧離不開的 還有朱家慶自製醬料炒出的炒麵 當炒到噴香金黃的麵條加上醬 再撒點特調香料 迷人的鐵板味遠遠流長 為了讓顧客吃好又吃飽 店裡每天還會煮不同的湯品 碗碗都是真材實料 老闆炒到很香 很入味 那這個麵條是Q彈的 端端端Q彈的 然後一定一定要再配一碗 竹筍湯真的是絕配好吃讚 哇 我很訝異耶 他們炒麵真的很好吃的 一定要配上 台中特有的辣椒醬 那個吃起來 對 就是那種傳統 老台中人會喜歡的那種 味道跟口味這樣 來 港式婆婆糕加蛋跟炒麵 一個原本北漂的年輕人 回到家鄉 承襲老爸做櫃的好手藝 更開店煎起自己做的櫃 爸爸 媽媽跟弟弟 都成了領他心血的員工 不拍片當大廚 朱家慶已經成為這間 微型家族企業的頂量柱 同樣在台中北屯區 還有一間水煎包鋪子 常常一開店就引起騷動 因為老闆手藝太好了 從大餅到水煎包 都是人氣No.1 他每天堅持採買新鮮食材 水煎包裡的高麗菜 一定要用高山的 吃起來才會清甜可口 大餅裡包的南瓜餡 選用的是口感綿密的東生南瓜 差異化也為他打下面食江山 馬上好喔 稍等一下 芝麻跟蔥花不用等 三個高麗菜 一個芝麻 每天下午兩點 小小的店面 準時湧現熱鬧的騷動人生 大餅現在剛出爐喔 你加油 你要什麼口味的 兩餐之間的下午點心時刻 大伙上門 為的是這許多人心中的 台中No.1 好吃 一試就成主顧 尤其是他們的高麗菜包啊 跟外面的不太一樣 他們的高麗菜是脆的 像外面人家那種高麗菜是暖暖的 吃起來就 口感就比較沒那麼好吃 麵皮吃起來不會脹氣 高麗菜有自然的甜味以外 而且又是當天做的 所以你吃起來 麵皮吃起來有香氣 然後菜又吃起來有甜味 自然的甜味 好 能讓挑嘴的婆婆媽媽 大老遠騎車來捧場 卻因為這麵食讓人銷魂 北方大餅老麵發酵 做出的餅皮咬緊十足 口感細緻香醇 麥香更勝一籌 大餅更有著飽滿內餡 蘊含豐富維他命 滿滿的清脆蔥綠 是老饕的聰明選擇 而原味經典 當然少不了芝麻畫龍點睛 大餅第一名應該是南瓜大餅 因為一般的傳統大餅 其實吃麵上還滿多的 將在地食材包進大餅內 拉大和傳統麵食店的差異 年紀輕輕的趙品樂 在眾多老店中土味成功 他的面點啟蒙老師 其實就是自己的爸媽 趙爸爸跟趙媽媽 一度在黃昏市場賣水煎包 是在地老饕鍾愛的市場通班美食 生意嚇嚇叫 我們如果說第二 應該沒有人敢說第一 真的 一天營業盒都平均差不多兩萬塊 水煎包要能出眾 其實不難 材料用好就成功了一半 但成本卻是最為難的考量 平時的話 我們都是進高山的 口感差很多 高山比較脆甜 高山高麗菜清甜爽脆 趙品樂用起來毫不吝嗇 即便是台風天 價錢漲翻天 也一樣責善固執 不肯稍微打針扣 台風的時候進口最便宜 可是他們那個品種就是 菜太硬了 我們用那個煎鍋用蒸 它也不太會軟掉 所以口感很差 而韭菜得要一根一根摸過 檢查過 當作對待精品一樣 一絲不苟 絕對不能有老梗 因為像你要摸過才知道 有些菜是比較老 太硬的話就是太老 那個我們都會處理掉 好菜和上粉絲 蛋皮 還有自己特製的香菇油 合體後就是自家人氣水煎包的 有料內涵 我們用那種特製的香菇油 然後再加進去韭菜裡面 在拌的時候 它的味道就會很重 它就會很香 在拌的時候 因為我們手會有溫度嘛 它就是有一點在炒的感覺 找好久才找到這裡 搬來這邊 我吃過應該是第一名 我吃過了 應該可以第一名的 好 我們是同海 趙品樂的母親 哀正去世後 傷心的父親原本停止營業 但趙品樂不仍自家 傳承幾十年的好味道 就此收掉 她跳出上班族的舒適圈 接下父母的攤子 延續爐火 如果您是在接近晚餐時段 才來到這個防昏市場 那很有可能就會吃不到 這鹹香好味的 鹹水鵝或玫瑰油雞了 老闆拿來煮鵝的高湯 不加味精 是用蔬果一點一滴熬出來的 而油亮金黃的玫瑰油雞 則是要在醬香與肉汁之間 拿捏比例得宜 老主顧都知道啊 現場相中哪一盤 那手腳可得快 晚餐才能幫家人加菜 好 後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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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批是預定鹹水鵝的 下一組 則是盯著玫瑰油雞 老主顧圍出人牆 就怕猶豫瞬間 心底相中的那一盤肉 隨即被打爆端總 打爆端總 無論是嘴饞想解饞的 還是要餵晚餐加菜的 這些熟門熟路的老主顧 看到想吃的 不管是烤鴨 油雞 叉燒 還是鹹水鵝 可不能手軟 它的油雞腿就是很嫩啊 然後那個肉很甜 頭煎過了 它不會像這樣燙燙的 它比較軟嫩啊 會像人在吃這樣 泡泡泡都不會 你這禮拜可以最多來買幾次 應該兩三次有 只認爽口啦 鮮認多汁 真的很好吃 不是廣告吃的嗎 不是啦 你吃了會上雲的 應該吃過了 基本上十個裡面 我猜應該有七八個 都會回來再跟我買 因為我們鵝肉也是當天 都是凌晨送過來的 都沒有經過冰的 那個其實很多老饕 一次都吃得出來 當天現在的溫體鵝 要滋味肉質口感兼具 深鍋裡的滾水 當然藏緊玄機 不放味精 主要只放蘿蔔 蔥 薑 芹菜 以及高麗菜心 我還有一道就是 煮鵝的時候是 類似這種煮水餃的方式 我中途還會再加水 就是有熱脹冷縮 它可以讓它把肉汁都 吸到那個肉身裡面 鹹水鵝要有柔嫩質地 是必須掌握靜煮功夫 和溫度變化的精粹 玫瑰油雞腿的勝敗 則取決於滷跟燜的時間比例 和火候的拿捏 我要的比例就是 剛剛好吃起來 你不會太軟也不能太硬 然後它又是入味的感覺 燜的意義就是讓它燜熟 不是用大火硬把它煮熟這樣子 油雞腿燜到熟成 味香俱全 風乾後 再刷上蜂蜜紅麥芽 迎則悅目 油香滿室 這才算是符合許哲穎 端上檯面的標準 他說 同一道玫瑰油雞 在菜市場賣 比起在餐廳賣的難度又更高 口味不能過濃 又要與香氣色相結合 我是覺得 正確的港式料理 它的玫瑰油雞 顏色是沒有這麼深 但是我們台灣人的顏色 就是喜歡這樣 看起來金黃色 就是很漂亮這樣 所以我醬油的比例 顏色都有去改過 在這黃昏市場裡 七年級的許哲穎 年紀算輕 卻已經有二十多年的餐飲資歷 曾經一心想改善家中經濟 賺快錢 不料在金融市場跌了一跤 慘賠收場 那時候都會投資股票 然後就輸滿多錢的 就是因為想要 家裡 家沒有錢 就多想要賺 所以就去買股票 那時候真的是賠滿多錢的 應該有一兩百以上 就是把錢全部都賠掉了 跌倒了就站起來 還好當貴姐的太太 不嫌棄在市場裡 由你來 國裡去 陪著許哲穎握進這個小攤位 夫妻倆齊心協力 從複數轉向正數 多刀一握 成了現代版的跑頂姐額 所有難題應認而解 接下來的庶民美食 是香港街頭小吃的翻版 這是一部在全台 跑透透的港點餐車 想到他們家的咖哩魚丸跟蘿蔔 就忍不住讓人大流口水 那鄉州帶點微辣 又Q彈的口感超級迷人 老闆原本在香港就是廚師 跟台灣籍太太結婚之後 把旺角一帶流行的椒鹽 魷魚鬚跟土匪炸雞也帶到台灣 同時滿足了顧客的味蕾 與他對家鄉的思念 餐車就定位 翻開層板 鎖上卡榫 打開側間門 香港籍的老闆Gary準備上工 老闆娘佳佳則是趁控 趕快安置好女兒 並且把兒子背在胸前 進入備戰狀態 咖哩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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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蝦皮皮疙 好 好 你燒麥要卸房還是家人的 小姐需要什麼 預定的 好 一個面跟一個二寶嗎 餐車外的豔陽天 絲毫沒有阻擋顧客 向接力似的前來點餐 餐車內的夫妻倆 一個主內 一個主外 點菜單子像流水一般 船流不息 高溫的油鍋裡 看著裹上蛋液的吐司 慢慢膨脹 這就是香港人改良過的 法式吐司 鹹甜交織的西多士 這隻女兒的心頭好 每天炸起來的第一份西多士 都是父愛的表現 你在吃起來怎麼樣 要慢慢看一樣 感覺就是熱量會一定很高 熱量一定很高 可是就是這種熱量高的東西 就一定好吃 吐司炸 裹什麼東西 炸完了之後再淋糖漿 然後它有鹹的也有甜的口味 這種東西的話 就偶爾吃一吃還不錯 港式口味讓顧客欲罷不能 原來來自香港的Gary 原本就是廚師 她跟台灣籍的太太 是打手遊認識的 兩個人結婚後不久 就遇到香港示威以及疫情搗亂 原本想在香港開店的Gary 所幸移居台灣 但是找工作不順利 一對兒女又接連報到 因此萌生自己當老闆的念頭 剛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都比較沒怎麼吃到 香港的那種食物 就開始想念那邊的食物 就想試試看自己做 那個香港自己想念的食物 有時候想試都可以自己做 不用去找 也可以賺錢 還沒點餐的 好 小姐 請說 這個咖哩魚蛋 圓滾滾的咖哩魚蛋 在香港人心目中 有絕對的代表性 這黃澄澄的小顏點心 搭配煮到軟而不爛的白蘿蔔 也成了這部港式餐車的熱賣長勝軍 試吃過後的客人 沒有不買單的 滿道地的啊 還不錯吃啊 它能喜歡吃咖哩 就還滿柔順的啦 那醬汁不錯 好久想要那個咖哩二寶 咖哩不用二寶喔 有二寶就是一張加滿多 那我兩份就好了 好 至少也有五次了 我最喜歡的是咖哩魚丸 因為它沒有魚腥味 咖哩魚蛋蘿蔔都滿入味的 然後就那個港式的味道 就不是一般的咖哩 我滿喜歡它蘿蔔的 就超軟 超... 湯汁超多的 咖哩魚蛋蘿蔔 對台灣人來說 是廣為人知的港式點心冠軍 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這幾年香港流行的小吃 雜物也是榜上有名 我今天想要點那個魷魚區 我來試看看 因為還滿有嚼勁的 然後炸的也還滿香的 據說這個在香港也是街邊小吃的 這我就不知道 老闆娘跟我推薦說 這滿道地的香港口味 就是想試吃看這樣子 旺角就比較多 就比較會油 其他地方的話也會油 就比較小 比較像那個台灣夜市那種小湯子 擺在路邊這樣 兩個魷魚 兩個魷魚 魷魚 魷魚通通放同一盒就好了 你今天買不少 對 因為我已經是 就是第五次買他們家的東西了 像那個炸魷魚跟咖哩魚蛋 都很適合配酒 不只嚼勁十足的炸魷魚鬚 適合當下酒菜 外出內多汁的土匪炸雞 也是酒客的最愛之一 只是為什麼會被灌上土匪兩個字呢 很像那個蒙古羊肉串的味道 滋蘭的那個味道 它是有嚼勁的那種口感 分量滿大的 他們是那個土匪炸雞 你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你們第一次聽到 為什麼 他們就是有搶劫香料 然後跟雞一起去做野炊這樣 就是各種的香料 然後下去調製 但滋蘭的風味會比較突出 以前在香港的話是叫土北雞翼 我們把它改成 台灣人比較好入口 就是五穀的炸雞 它它的肉比較多耶 跟外面的不一樣又比較厚 吃起來又脆脆的 咬起來又酥酥的 滿喜歡的 兩種雜物都大受歡迎 為了做出這鹹香迷人的口感 Gary在每次出車前 都得花上幾小時備料理貨 雞肉得用特製醬料 醃製靜製 確保入味 由於需不但得一條條切 更得加入胡椒香蒜等香料提味 這些工夫做起來 費勢不打緊 最怕的是背了一堆貨 卻天有不測風雲 有時候下大雨啊 有時候試過就去到 剛開始那個雨就來了 就是很大很大 就是連那個車門都沒辦法開 一開那個雨就會飄進來 四處移動的港式餐車 雖然自由奔放 自己當老闆 但是夫妻倆不管寒冬入暑 都得把兩個孩子帶在身邊 出來開他 但是沒有收入 這才會是壓力 如果是小孩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種 也不會是說壓力或負擔 也許是天氣太熱了 被家家用杯金還在胸前的兒子 唆其不已 但別人眼中的苦 卻是他們甜蜜的負荷 餐車生意日漸穩定 他們也相信孩子是代財而來 確定好要生的 要催生的日期 生之前 然後的假日 我們還有出車去高雄 然後在那裡過一夜 所以你生產之前 還在繼續做什麼 媽 有人來了 好 等一下 你算一下量 我現在這裡有的 我就給他 你剛剛說 這裡本來是6點10分的嗎 久等了 謝謝 日落西山 餐車亮燈 老客人都知道 港式風味 就在這部餐車裡 等待饕客 大家光臨 台中的雞爪洞 聞名全台 而最早最老的雞爪洞 到底是哪一家呢 答案是一間 位在東海大學附近的 滷雞爪老店 三十年前 老闆就以獨門醬汁 滷出冷滷雞爪 美味讓人意猶未盡 也成了東海大學學子們 反家孝敬爸媽的 平價零嘴 陰雲農夫的廚房裡 這回磅礡出爐的 正是陳蓉桂 滷了三十多年 滷的老客人魂情夢盈 三天兩頭 就追上門來搜刮的雞爪洞 因為這個 這個東西 連骨頭都滷得很軟 骨頭都可以咬 很軟的 所以那時間要很長 雞爪 鴨翅 雞翅 鴨舌 二十多口生鍋 一字排開 要滷到軟綿化骨 往往手滾兼靜悶 十個鐘頭算是基本 陳蓉桂在東海商圈一帶 是第一個賣雞爪洞的 風景最好的假日 光是雞爪 就要滷上二十大桶 將近兩千公斤 殊不知三十年前 他是個被賣兵耽誤的阿貴師 因為我原來是賣兵 賣兵有淡季旺季 比如說冬天就生意很差 那整年都要做 後來我想到說雞爪 那時候雞爪很便宜 大概一公斤 在十塊錢以內 一個雞員 兒子說 媽 東海別樹有一家豌豆冰 很好吃 我們一家四口就來店面吃 然後很好笑 還有兒子很天才跟我說 媽 他要成成功讀生耶 你可以來這裡上班啊 那我們來吃冰的時候 你可以挖大杯這樣 二三十年的老員工 一路從客人吃到便店長 陪著陳蓉桂夫婦倆 白手起家 拼下雞爪江山 那時商圈周圍附近大學林立 儘管洞溪雞爪 不是當年學生的菜 他卻深思熟慮 早已經鎖定好主顧客群 因為學生吃雞爪的習慣 不是很喜歡 我們小時候 因為那個雞爪 我們兒子村比較不好吃 就說 吃了會餓餓 但是學生的家長就不一樣了 學生的家長就很喜歡 那我星期五就開始準備很多 讓他們 立假日的時候帶回家 是他很有名 真的很有名 在我們這邊 幾乎常常人塞車來這裡 買裝工來這裡買雞爪 買就走 老字號的雞爪洞 是東海學子最深的美食技藝 不管把它當成零食或下韭菜 稱它為台中人的國民小吃 當之無愧 您吃過本湯嗎 這種有著滿滿配料 跟經典湯頭的小吃 是古早時期 務農人家口中的割道飯 在中部地區 有個瘋狂的老闆 每天都要跑回家鄉 屏東東港披魚貨 再將這些新鮮的海鮮 煮成本湯 連湯頭都是用黑尾魚骨包出來的 在客人建議之下 為了鞏固客員 他還開了本湯團購專車 傍晚五點 廖上恩的本湯團購專車 剛開到定點不到十分鐘 就與新知全來報到 他的出沒地點就在中台灣 可能在台中 在南投 在彰化 只要開團 小發財缺錢就會獵器人籠 幾號 14 ACH3對不對 我的15湯 15號 就他的料多實在 然後很豐富 他有開團我就會來 他有說的 就說新鮮然後好吃這樣子 網路看的 看的就好吃 阿鼎今天你會這麼喜歡 應該是重口味吧 又新鮮又便宜 這樣子你一個禮拜有沒有 再吃兩湯 不只吧 差不多三湯四湯吧 來 妳好 四十號 四十 飯湯它在南部 是可以讓我覺得很驕傲的 真的真的很驕傲 因為飯湯是我們的出海人 怕鑽人 還有我們的娘王 我們的娘王 就是一定要吃飯湯 絕對要吃飯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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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著大火 三層肉得要下鍋逼油 對廖山恩這個屏東小孩來說 本湯說什麼也不能少掉蝦喉 炒了肉燥蝦喉蝦皮各自邊香 這是記憶裡阿嬤開店做生意的味道 認真探究 肉燥有肉燥的芳濃 黑尾魚骨包出的高湯 有魚鮮的甜心 筍絲 高麗菜 魚板 海鮮 也各有風華 阿嬤很厲害 我阿嬤很強 我知道牠的時候 牠就在賣飯湯 我那時候 我做的時候 我的飯湯很難吃 炒在湯頭 我不知道要用肉燥 我朋友來跟我買 他說他吃吃的 他覺得很難吃 他說拿給牠的小孩吃 牠的小孩皮皮也難吃 廖山恩製作本湯的地點 就在這一間小小鐵皮屋 沒有冷氣的開放式店面 是牠大展廚藝的基地 曾經是叛逆少年的牠 算不清經過多少荒唐的日子 二十歲那一年 牠加入討債集團 持刀尋仇 結果仇家跳海喪命 最終牠也被判刑入監 親人幾乎放棄了牠 只有阿嬤帶著會客菜來看牠 那是一晚牠從小吃到大 再熟悉不過的蹦騰 我阿嬤來騎 騎到阿嬤來看 我阿嬤又不敢吃 你要說幾天天 騎到我們屏東 那有一塊 那差不多 最沒有要有五十公里 三十公里 阿嬤不知道路地 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 一直摸 這是他見到阿嬤的最後一面 出獄後 那個最疼自己的阿嬤不在了 但他答應過阿嬤要金盆洗手 他打算從有阿嬤為的本坑 重新出發 因為生意不好 然後晚上打烊的時候 就去跑外送 然後跑外送 跑完半夜 就去台雞工廠 那裡台雞工廠 不然你這裡賊金賣不去 這裡七孫要在哪裡 真的很恐怖 那一天賣三十五塊 賣個鮪魚肉造飯 微薄的收入 讓牠差點半途而廢 但是貴人說來就來 有個客人 建議他做團購外送 生意不嫌小 他開始累計客員 我有講說 我一人成團 我一個就送 就是 我以前小時候 就跟阿嬤說 阿嬤怕你放台梯 還帶來賣 我阿嬤說他怕做工 想要吃吃不吃 趨近於阿嬤味道的粉騰口味 是憑記憶一點一滴找回來的 二十八 第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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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我為什麼會東港 就是生魚片 懂湯嘛 我就想說 不然 竟然就是有在賣飯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回東港 不然還沒生魚片 就讓客人 在至少我們來這邊賣的時候 讓他們一秒到東港 每天跑回家鄉屏東買魚備料 就是為了有最新鮮的魚貨 做本湯的材料 也因為用心加上真材實料 他的本湯團購日漸火紅 很有小時候的味道 所以我只要經過這邊的話 我都會來這邊吃 怎麼形容呢 就是很像南部的味道 我是一吃就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跟我阿嬤煮的東西 味道很香 浪子回頭經不換 六三的日子 就像這碗本湯的豐美湯頭 因為用心包煮過 現在也變得又滋又味 台中東市有間 其樓下的小麵攤 這裡呢 最出名的隱藏版油飯 可以說是一出爐就秒殺 招牌必吃的 還有手工芋頭排骨酥湯 芋頭綿密入口即化 肉燥飯跟鹹菜豬肚湯 也都是純粹的古早味 每天11點開店之前 已經大排長龍 熱氣蒸騰的小麵攤前 人潮大排長龍 中午用餐時間日正當頭 但為了一場在地赫赫有名的美味 對舞在場也要排 香菜可以嗎 可以 內用客人桌上滿滿好料 仔細一看雖然是麵攤 但每桌都少不了要來上一碗 粒粒分明的金黃油飯 它是細的那種米 腸米 腸糯米 我覺得吃起來比較不會膩 而且不會太油 而且香 就是越嚼越香 一般的油飯的顆粒來說 大概會比較硬一點 可是我覺得它的油飯做得滿鬆軟的 都可以吃快20年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很好的味道 我才會一直買 從國中吃到出社會 從少女吃到當媽媽 這碗油飯在網路上被稱為是 台中麵店隱藏版 晚來就吃不到的油飯 飯粒乾爽Q彈 淡淡的油蔥酥香氣 入口不油膩 越嚼越香 能吃到糯米本身的香氣 喜歡口味重一點的 淋上滿滿的甜辣醬 更多了點鹹香回甘 大塊朵頤最是爽快 幾款足迷還要配上一碗 純手工的芋頭排骨酥湯 多到滿出來的料 是剛才一早用豬軟骨現做的排骨酥 配上口感綿密的大甲芋頭 入口即化 玉香滿意舌尖 清甜湯頭點綴香菜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油飯配湯一起吃 才是真正道地的狗渣米 它的芋頭跟外面比起來 就是它特別的柔順 就是跟外面那種比較硬的那種 感覺不太一樣 外面有一種就是你要一碰 就整個散掉 可是它的不太一樣 就是很綿 很綿密 它的芋頭每天都是限量的 所以太晚了也吃不到 菜單上所有東西都是限量版 手腳不夠快可得下次再來 因為美味的秘訣就在於當天一早開工 現做現賣 用溫體豬軟骨炸的排骨酥 要炸得特別乾 逼出油脂 一中一中小碗燉煮 這邊全部都是我們排骨酥湯 待會兒差不多燉到四五十分的時候 我們再把芋頭丁 芋頭腳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燜煮個二十幾分鐘 做自助餐有三十多年經驗的劉媽媽 更是兒子的料理導師 所有餐點都是駕槓媽媽味 像是肥瘦筆三比七的肉燥飯 不油不膩 薑汁鹹甜鹹甜 淋在飯上光是用聞的就誘人食慾 鹹菜豬肚湯則是酸中帶鹹 豬肚長起來軟嫩滑口 重點是店裡通通同板架 所有品項都不超過一百元 平價但是份量不打折 一碗就能吃得飽 每天開門時間還沒到 在地行啊來的考客 就早早來到店門口排隊口味 一個禮拜可能會吃個兩次吧 吃不膩而且我覺得它的分量 其實很多 所以它有點算同班小吃 希望未來可以變成 冬至最美麗的麵店 對 有這個夢想對不對 我相信會成功 在夏天動不動 接近四十度的高溫之下 吃剉冰真的是消暑良方 台中大理的這家炒糖剉冰 有基本的愛玉 仙草 米苔木等口味 但是呢 美女老闆她創意無限 不但在剉冰上加了藕衣 紅豆 綠豆 竟然呢 還有王子麵 點上了蠟燭 就變身成另類的慶生蛋糕 好好玩 好好玩 大手扶小手 小手扶冰盤 想吃多少剉冰自己來 就連配料也都任君裝到過癮 小朋友剉冰剉得盡興 也吃得盡興 但這不是常態 剉冰還是要讓專業的老闆來 鏡頭下只見細緻冰花片片落下 但這一回你真的沒看走眼 牛排鐵板冒著煙 成的卻是一座雪白冰山 點綴的配料層層疊疊 尤其是一定得鋪上這一大團 因為它是煎的嘛 所以有一些配料 它是會滑下來會掉落的 對 所以有配過 然後後來又有人說 它加了米苔木 就很像鐵板麵的感覺 然後那個炒糖淋上去 又很像那個黑胡椒醬的感覺 手工米苔木Q中帶軟 淋上一瓢瓢親手炒製的糖糕 簡直就是鐵板麵的清涼板 夏日午後 一頭燦燃燃 吸引成群的鐵板剉冰粉絲團 它鐵板我是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到外面一般就是 類似那種捲捲冰之類的 就是裝綿綿冰 就比較不一樣這樣 很過癮 分量很大 對啊 蠻大的 其實價格也蠻公道的 它的炒冰 然後又加它那個客家炒糖 這是主食 然後如果還有另外的配菜的話 就是他們的老闆 也是非常的正 邊吃 嘴巴可以那個消暑 然後眼睛也可以消暑 你整個都是超大 顧客眼裡消暑的老闆 甜美大方 清新又自然 面對客人的讚美 他清甜的笑容 讓剉冰填上加甜 畢竟這每一口融在冰裡 清新清甜的炒糖 可是用大把淋漓汗水 腔韌昏熱心煩才換來的 之前是因為想要創業 然後就剛好看到 然後就去吃看看 又覺得好吃 所以就去學 傳統的客家炒糖 要綜合二砂 特砂與黑糖 加水前先炒乾 至於炒到什麼程度 糖香才得以散發的 恰到好處呢 這就是功夫所在了 炒糖的成敗 關乎溫度 濕度 火太大會焦 火太小又失了芬芳 一切得靠經驗拿捏 其實我覺得可以吃的東西 它都可以加在冰品裡面 我自己以前也有試過去 調過那個沙爹 放在冰品裡面 對 然後還有高粱酒 那很奇怪嗎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可是吃了又覺得很特別 笑說自己很愛吃的林軒蓉 說起炒糖來 頭頭是到 但每每在準備開業時 總難免回想到 前些年爸爸經商失敗 生了重病 為了長寨 打工打到身體壞掉的 那段過往 就是一個禮拜要看五科醫生 對 可能腸胃科 然後皮膚科 然後耳鼻活科 然後腹科 還有中醫 因為以前她是大小姐 我們以前事業做很大 你看她現在來這邊 做到都手跟腳都那麼黑 所以真的每個人看著都非常心疼 媽媽的母肝疼在心上 也泛在淚框 只因為美美日正當中 為了新鮮備料 炒出滿意的糖 這個愛美的女孩 哪怕鍋爐潛在熱 也甘心忍了 很多人他們都會問我說 你裡面有加什麼料 為什麼我每天都想要來吃 跟中毒的一樣 然後他說為什麼你們家的冰 外面就是跟外面不一樣 他說你的糖太犯規了 太犯規的盒子炒糖 比如暗藏大塊玉角的玉圓 搭配特選綿密的紅豆 綠豆 咬進配料 王子麵 填滿一整碗工 點上清神蠟燭 竟比生日蛋糕還要暢銷 謝謝 大家好 謝謝 至於創新口感 卻注進老靈魂的米蝶邊 單純只要米蝶跟糖漿的組合 平淺清澈就足以撼動人心 就比較感覺比較古早味的味道 它的砂糖沒有到非常非常甜 比較能接受 因為我本身不太喜歡吃甜的東西 林軒榮靠著一手炒糖功夫 脫離經濟的困境 它手中一碗碗澎湃剉邊 彷彿有魔力斑 讓人回味再三 不管是街邊小吃還是庶民美食 都可說是另類的台灣奇蹟 歡迎您吃到美味時 也跟我們打卡炫富一下 也歡迎您上我們的Youtube跟IG 訂閱 追蹤以及分享 收藏更多的炫富密集 我記得這個影片 在這裏 我們下班 真的有個小小小的 在這裏 我們下班